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95天 卫星图像证实 乌军骑袭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 莫洛佐夫斯克基地 除摧毁了一个航空弹药库之外 还摧毁了一架C34战机 另有一架C34遭到损坏 昨晚俄罗斯福尔加格勒的一个变电站 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 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 导致该是一个地区停电 回到乌克兰战场 过去24小时 最令人震惊的消息 莫过于大量来自俄乌双方的信息源显示 8月6日凌晨 乌克兰第22独立机械化旅 乌克兰国土防御旅 与青乌俄罗斯武装组成的联合部队 在坦克装甲车上 涂有醒目的三角形标识 从至少三个方向 分别越过乌俄边境 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和别尔哥罗德州 值得注意的是 跟之前青乌俄罗斯人组成的志愿军 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袭扰战不同 这次乌军不仅出动了 三个营级战斗群的兵力 而且携带了坦克 装甲车和重型火炮等重装备 乌军行动 还得到了乌克兰境内 炮兵和无人机部队的支持 在此期间 乌军摧毁了俄国的一个观察哨 库尔斯克苏甲地区 Sager遭受乌军强大的炮击 乌军已经俘虏了数十名俄军 打死俄军上百人 并深入俄罗斯境内5至10公里 显示俄边防空虚不堪一击 这在俄罗斯内部引发巨大恐慌 俄国对此的反应是 部署了第22独立机械化旅 进行反击 俄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 声称他们阻止了乌克兰 在库尔斯克边境地区的突破 无方目前没有证实这次越境作战行动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 四辆坦克的小规模袭击 无法形成有效的战力 因此 这次越境推进 很可能是乌克兰的一项战略演习 旨在迫使俄国人转移资源 来加强其边境防御 从而削弱其在乌克兰东部前线部队的储备 同时还报复了俄军入侵 哈尔科夫边境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另一方面消除盟国对俄和威胁的恐惧 以一箭双雕 从乌军出动的兵力规模来看 100%还是袭扰战 心理战 乌军这个行动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非同小可 相当于以行动正告俄罗斯方面 乌军完全有能力攻入俄罗斯境内 另一面 昨天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 袭击了俄军无人机的两个控制点 两个人员集结区和防空防御区 以及一个未说明的更重要的敌方目标 乌克兰官方已经公开宣布 期待已久的F-16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 并即将投入战场 专家表示 F-16战机抵达乌克兰 标志着其防空努力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然而 由于数量有限 维护要求复杂 以及部署挑战 可能会推迟他们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作用 拖列刺客前线 地理位置录像显示 俄罗斯军队在一系列步兵人肉进攻之后 在皮肤尼克内取得了重大进展 从该阵的东北部推进 并穿越霍利夫卡 拖列刺客公路转向西南方向 很可能是为了包围在皮肤尼克内东部的乌军 此外 俄罗斯部队可能已经占领了扎利日涅的其余部分 并到达了该阵西部郊区的变电站 扎波罗热前线 新的地理定位镜头显示 俄罗斯人已经让乌军去年向Burbo推进时 取得的许多成果化为乌有 以目前的情况看 乌军在反攻开始前 退回到2023年时的起点线上 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取得进展 目前激烈的战斗仍在城市内外进行 从过去几周的地理位置来看 虽然比较缓慢 但乌克兰人正在一点点地将俄罗斯人 推出沃夫昌斯克 查索夫亚尔前线 据Deep State报道 俄罗斯部队被从Safnville去赶出 退回运河东岸后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部队在连接克闹小区 和查索夫亚尔主要部分的桥梁附近 建立了一个小据点 估计会在那里尝试渡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8月6日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 重点研究前线最新战况 以及加强导弹和无人机生产 希尔斯基上将就前线最新战况做了汇报 他表示波克罗夫斯基 托列茨克和哈尔科夫方向交战最为激烈 但目前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 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创新副总理费多罗夫 和战略产业部长卡米申 分别报告了到今年年底 国防军的需求和生产动态 尤其是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情况 会议就加大乌克兰导弹 和无人机研发生产做了具体部署 俄乌战争爆发第89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050名 累计俄军58.51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4辆坦克 8辆装甲车 39门火炮 54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一个特种设备 击落36架大型自杀无人机6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军警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8月4日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公布了今年4月19日 击落一架图-22立方米逆火中程轰炸机的部分细节 但仔细思考觉得不可思议 那架被击落的逆火轰炸机 隶属俄军第22禁卫重型轰炸航空师 第52重型轰炸航空团 驻地是卡鲁加州沙伊科夫卡空军基地 4月19日 这架轰炸机从北高加索的莫兹多克空军基地起飞 前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库谢夫斯卡亚市 准备向乌克兰发射突防能力极强的 PH-22空射超音速巡航导弹 这架轰炸机在距离俄乌双方接触线308公里的空域被击落 坠毁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伯格莫洛夫村附近 布达诺夫强调 这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 是本次战争中被乌方击落的最远程航空器 机上4名成员全部弹射 但只有机长克列斯尼科夫少校和飞行员斯克里亚比切夫上尉活了下来 副驾驶科诺诺夫上尉和火空系统操作员格鲁沙宁中尉则在弹射后丧生 最有意思的是 布达诺夫中将称 击落图-22立方米的武器 与2024年1月击落俄罗斯A50预警机的武器相同 这令人想到 只可能是乌军手中较多的S-200防空导弹 因为这款苏式防空导弹的最大射程有350公里 不过如果S-200的有效射程真有这么远 而且成功打下俄军预警机和轰炸机 为何不能打下俄军靠近前线投掷滑翔炸弹的其他战机呢 如果乌军能控制靠近双方接触线350公里的空域 俄军根本不可能靠近乌军阵地投掷威力巨大的滑翔炸弹 有一点是肯定的 打下俄军战机的事不可能是如雷贯耳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标准型号的最大射程只有80公里 增强型有100公里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纳特上校2023年4月19日称 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最大有效射程可达150公里 我不相信S-200防空系统真有那么厉害 由布达诺夫中将透露逆火轰炸机被击落的真相 而非有掌握中远程防空系统的乌克兰空军披露 很可能是乌军情局特种部队的杰作 最大可能是乌军情局特工携带西方援乌单兵防空防空潜入俄罗斯境内所为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秘密乌方现在是绝对不能透露的 因为这会危及乌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作战人员的安全 由布达诺夫领导的乌军情局特工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创造了许多奇迹 包括在俄罗斯境内暗杀了多名俄方知名喉舌 炸毁了俄军多处铁路设施 点燃了停靠在波罗的海俄海军基地内的军舰通讯中心 用汽车炸弹炸断了克里米亚大桥等 因此由特工携带单兵防空导弹 潜入俄罗斯境内打下俄军战机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负责莱曼方向防御作战的乌军第63机步旅 8月6日发布了一段拦截到的俄军无线电音频 俄军称他们看到了乌空军驾驶的F-16战机 猛烈袭击了俄军前线阵地 不过乌军第63机步旅明显表示 这是俄军遭受该旅精确的猛烈炮火 和无人机袭击后谎暴军情 显示俄军对F-16有极大恐惧 该旅还发布了一段非常清晰的影片 显示是乌方发射的炮火和无人机 对俄军实施了猛烈打击 跟F-16无关 最后说一说少伊古突降伊朗的事 这两天到处看到有人在猜 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会 什么时候会打响 特别是在猜能报复到什么程度 而就在此时 前俄罗斯防长 现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少伊古 轻抚伊朗 8月5日 少伊古率领俄罗斯高级别代表团 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建了伊朗新任总统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艾哈迈迪安 俄官方给出的通告 是双方讨论落实双边关系 在包括上河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 开展合作等问题 但显然指此敏感时刻 作为俄罗斯最高级别安全官员 突访伊朗 其目的不会这么简单 那少伊古此行的真实目标 究竟是什么 其一 少伊古此次在关键时刻出现在伊朗 是传达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 毕竟伊朗在俄乌冲突中 也是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 在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身亡后 一以大有 山雨欲来封满楼的态势 美国军方不敢怠慢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三艘盾舰 已经准备前处抵中海 舰载战斗机部队也随时待命 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 就在特拉维夫 显然 美国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要保以色列 伊朗压力巨大 急需摇人撑场子 但在中东一盘散沙的情况下 除了抵抗之狐那一帮小弟 想摇道人 那是难于登天 即便埃及 沙特多次谴责以色列 土耳其甚至威胁要出兵 但真要联合发起军事行动 那几乎是不可能 现在把俄罗斯拉进来 伊朗除了是给自己打气以外 也让阿拉伯世界看到 不是只有以色列能摇人 自己也能摇道人 同时给下面的小弟们打打气 不要虚 咱们背后也是有大佬的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虽然现在没那实力 去开辟第二战场 但只是去中东给伊朗站站台 这是对他来说 怎么也不亏 毕竟中东乱了起来 有助减轻俄罗斯在欧洲的压力 其二 邵伊古这次前往伊朗 是受到了伊朗方面的邀请 显然更多的可能是 伊朗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了 早在2023年11月 伊朗国防部副部长 迈赫迪法拉西便兴奋地宣布 莫斯科承诺将向伊朗提供苏35战斗机 米28攻击直升机和雅克130战斗教练机 今年1月 两国签署20年重磅条约 谈到的迫切问题便是两国军事和军事技术的合作 现在伊朗脸都被打肿了 俄罗斯总得来点桩被一丝一丝一下吧 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也陆续降落在德黑兰 多次卸下神秘货物 据美国媒体猜测 俄罗斯很可能向伊朗移交了一批伊斯坎德尔导弹和摩尔曼斯克 BN战略电子战设备弥补伊朗接下来和以色列交战中存在的电子对抗短板 同时不少西方国家开始敦促自己的国民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离开黎巴嫩 一些航空公司也停飞了飞往黎巴嫩的航班 这些预示着什么呢 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起来 伊朗必然报复 这个无庸置疑 但都已经几天了 但伊朗仍没有动静 反而等来了德黑兰一句 已经确定了会对以色列实施报复 但行动仍会以避免局势升级为主 说白了 伊朗不想打 但是已经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也不能不做做样子 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